老被传下来的传统趋势周,一天和两次,轻松解决脚气皮肤病,夏季是皮肤病高发的一个季节,一旦患上皮肤病,臊痒,脱皮,疼痛等症状,不仅给自己身体带来痛苦,还会影响我们的形象,造成难堪,其中有很多都是由于真菌感染所引起的,也被称作皮肤真菌病。 蒙热潮湿的夏季,是最适合他们繁殖的,特别是有汗的脚部,是皮肤病高发的重栽痴,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脚气,很多人在患了脚气之后,脚部皮肤开始不断的气水泡,脱皮,脚趾崩溃烂,并且还伴随着臊痒,发臭,严重的甚至皮肤粗糙干裂出血,十分难了。 另外久之不愈,复发率都也造成了一种无法根治的假象。 中医学家表示,现代医学皮肤病基本都是以激素、抗生素、维生素为主,无法达到彻底消灭真菌的效果。 长期使用的化部件会造成真菌的抗药性,一些口服的抗真菌药物还会损伤脏腑,也是造成脚气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中医认为脚气的发作也和体内的五脏六腑有关系,主要是由于体内皮肤过湿,是热下注所导致的。 所以我们在的时候,可以利用食疗方法调理体质,从内而晚,从而让脚气症状得到有效的环节。 1. 花生赤豆汤,吃湿尖皮,酵气肿痛,准备赤豆,花生人各30克,10克红枣,4克橙皮,将以上东西洗净,放入锅中加水煮熟,连汤服用即可,一天二到三次。 2. 一米红豆粥,吃湿鞋,健脾异味,准备20克红豆,10克一米,5克芡食,2克枸杞,洗净下锅,加入适量清水,煮至软烂服用。 2. 吃疗方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很好的调理效果,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,但是周期过长,做不到标本监制,想要彻底脚气,我们还需要正规的外用疗法来进行配合。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种临床使用效果非常不错的配方。 曾经在一开临床皮肤科杂志当中介绍过,牛教授肤肠,作为三药母成性企业,研发的纯中药制剂,作用温和不刺激,对于各种类型脚气治愈效果显著。 配方当中包含蛇床子,地肤子,苦参等是几种中草药植物杀菌精华。 神龙本草精曾经记载此方,蛇床自主恶床,则外置之药也,万阳湿热痛痒,金银猪窗,各作汤洗,各类莫夫,疏效甚洁,不得以健品而呼之。 牛教授肤康根据症状不同,一般使用一到两天,脚痒,脚臭现象就会消失,并且脱皮会辣现象,也有很好的改善。 由于治愈效果突出,安全无副作用,抵抗力低下的老人孕妇儿童都可以使用。 还被医学组部研究委员会以及河南电视台大力的推重。 目前除了线下的2000多家设计连锁店,桃珠也可以直接找到,可以邮寄到家,十分的方便。 在坚持正规的同时,我们不要忘了以上两种,汤要每天坚持喝,这样可以达到内外坚质的效果,可以大大的缩短时间。 另外我们还需要做好日常的护理工作。 一,保持脚部皮肤干燥清洁,脚部是一个毒害环境,所以为了避免环境潮湿,我们要做到勤洗脚抛脚,尽量的脱洗一会,洗完之后也要彻底擦干,脚指缝别忘了。 同时我们还需要选择透气性和吸汗性都比较好的鞋瓦以及鞋垫,保持经常换洗,量善,量避免交叉感染,很大一部分脚气患者的发病以及复发,都是由于受到了真菌二次感染所引起的。 比如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患有脚气,或者是在游泳池,澡堂这些特定场所被真菌入侵。 所以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拖鞋、浴肩、洗脚盆等物品要单独使用,脚气患者的鞋垫等物品也要隔离起来,最好是要用开水烫洗等消消毒,避免传染给其他人。 三,医师需要健康,如果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强,也会减少脚气的发病几率,所以我们可以多补充营养,多吃新鲜蔬果,提高身体抵抗力。 另外还是要保持一个平稳健康的心态,即吃辛辣发汗的食物,避免脚气加重,引起吸菌感染病发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